灰灰呢? 灰灰的下面眼巴巴看着她一次 藏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养了两只猫和一条狗对不对 然后呢就有很多粉丝就很羡慕的说 哎呀小辣子好幸福 家里又有猫又有狗的 说他们家都不让养 怕那些猫啊狗啊 钓毛啊 有异味啊 还有什么细菌之内的 其实主要的是我们三个都非常喜欢小动物对不对 觉得他们很自愈 就是辛苦的一天回家 看到他们就感觉好可爱 就很开心是不是的 对啊像我们之前不是养过荷兰猪吗?还养过仓鼠这一类动物 其实猫狗钓毛啊有异味这些都很正常的 既然养它就接受它这些小靴脸 是的平时就多做一下卫生嘛是吧 嗯如果实在说还是有点担心的话 就可以配一个那个空气净化器是吧 对 就比如像我们家这个空气净化器 它是可以除菌加消毒的是吧 前后呢有两个复合玻璃网 啊就可以高效分解甲醛呢 然后还可以净化空气 直接藏了也不会有酸错味是吧 就不像传统的那种活性碳的滤网是吧 就是吸附不分解对啊 这样就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是吧 对 还有一个它这个是这个万象人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它就可以推到房间的每一个地方是吧 想推到哪里就推到哪里 我睡着了 每天出来吃就是睡 真开心 我也想到这猫 其实我们家也不仅只有两只猫 我们外面还需要有两只流浪猫 带大家看看走 走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小黑好活泼 哈哈 咪咪你又在这里睡觉啊 你的妈妈呢 又跑完了 又跑完了 这个货架 是她的床 她每天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对吧 哎呀她生奶妖 每次来取快点 可能每次过来摸她呀 对呀 还给她吃的很幸福的 对 好肥你知道吗 对 这个就是她的妈妈 她们小时候很年是吧 嗯 长大了以后她们就像变成的仇人 哈哈哈 对呀 也好舒服啊 那个猫妈妈是小拉子 前年夏天的时候 对啊 从那个菜市场有一个车子把她抱出来的 嗯 抱回来养的 对啊 她当时身上基本上没啥毛 对啊 就是有皮肤病 后来我们养一养了就养好了是吧 对 后来她就怀孕了 剩了四只宝宝 送走了三只 三只最后一只太闯了 别人不要然后一直就留着了 对啊 然后别人都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 丑八怪 哈哈哈 但是她体质还挺受欢迎的是吧 对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小的话 我和小拉子 其实还想养两只猫对不对 对 然后爸爸还想养一只狗 对 但是就是因为家里有点小 然后也没什么时间 所以就放弃了 放弃啊 像小默老师家里有多少只猫啊 有六只猫还是十一只猫 对啊 他们的花花老师好多猫好多猫 然后我们很羡慕是吧 对 只能以后再实现了啊 买大房子 买大房子